长春藤和绿罗都属于藤本植物 而且进化风气超级好 和绿罗相比较 这种植物是比较耐寒的 绿罗冬季温度低于8度 是非常容易受到的动态的 这个植物大部分品种 只要冬季湿不低于3度 完全是可以过冬的 而且有一些品种可耐零度以下低温 这种植物喜欢湿润的土壤 和绿罗比较起来 不是特别耐寒 尤其是夏天表现是比较明显的 如果盆内长期干旱 它叶子会表现干枯 卷卷发皱的等一些情况 它的土质主要是泥碳土 保水性是非常好 如果连续浇水的话 是非常容易出现烂根的情况 表现状况就是出现黑边黑尖 还有底下的根茎 出现黑茎的情况 这种土质栽培植物是非常好的 因为大棚管理 肯定的温度和湿度 管理起来比较方便 但是这种土质有一定的赤水性 干透之后不是特别容易浇透 对于一般喜欢养娃的朋友来说 管理起来是比较困难的 如果你买到的长枕能土质是这种泥碳土 就是建议你回家之后换个盆配土 土质也可以用这种泥碳土 我们可以往里边添入四五份的沙土 是比较容易管理的 花盆我选择的是这种工灯造型的 是非常漂亮的双层的 底下可以接水 在种植的时候 我们可以边上稍微松一下土 栽好之后 我们尽量就是采取浸泡的方式 这样比较容易浇透 在这我也总结了一个经验 如果是养殖这个肠润疼的话 家庭养殖的话 我们尽量回家之后进行配土 不要用这个纯粹的营养土 比较容易管理 我们今天的视频也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点点下关注 我们下次见 拜拜